美国太阳能星双反的反请销调查初判 预定7月24号会出炉 台湾第二季的订单渴望持续走强 再加上日本反核势力延烧 未来将会走向零核电 也带动了太阳能商机大开 包括了新日光 玉京还有易通等等 他们长期耕耘日本市场的业者 成为最大的受惠者 根据外电报道 日本辅警地院宣判关系核电厂3 以及4号机组不准恢复运转 这是三年前辅导核灾以来 日本法院首度介入核电厂争议 目前当地共50座核子设施 都处于停摆状态 被视为反核势力的一大胜利 这是太阳能一个非常地坏的意义 认为达到试炼通假的日期 一定会提早到 日本有意朝向零核电发展 也让台厂信心大增 其中新日光现阶段外销日本比重 约占整体营收三成 是当地市场需求激增的最大赢家 易通则在母公司音业打集团的牵线下 持续稳定有日系客户的顶单易住 至于玉京以及茂迪 也透过为日本品牌大厂代工 取得进军当地市场的入场券 太阳能摆脱西洋产业恶名 市场并购声浪不断 去年新日光率先宣布并购望能 中美金也合并蓄宏 国硕则收购国内太阳能系晶片厂商 微赴光电 而近期又陆续传出 中美金可能要在下半年并购生洋科 而玉京与绿能甚至传出 友谊策略联盟 看来太阳能的并购潮 真的已经动起来 Fresh Elguin与台北报道